那今天因为最后一次上课 所以呢我们大概把那个重点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从第一次上课到第九次上课 都已经是一个清单 那还有今天的最后一次上课 也会把它加进来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蛮完整的 那个所谓的那个线上的 有没有 你将来如果回去要看的话 第一次上课 我们讲这些东西 其实都相当清楚 包含哪一些呢 包含把环境弄起来 有没有开发环境 那其实开发环境怎么弄 其实坊间的书期 或者其他老师 做法完全跟我不一样 那我的做法 其实主要是针对 我要马上能用 而且是一个很OK的环境 然后呢环境也不要太庞大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去下载我的懒人包 两个东西设定好 马上可以开始工作了 OK我想应该算非常简单的 第二个是这个Eclipse环境 其实也相当的好用 我觉得用起来其实还蛮顺手的 因为它可以建专案 而且可以管理里面的 你的每一个模组 然后你可以不断的开程式 那如果有错误 它会自动帮你提示 另外如果有一些像printer 或像一些方法 你按个点 或者打一个关键字 它自动跳出来 其实相当方便 如果你用其他工具 它不会 如果不会的话 感觉就打起来 就觉得没有这个这么顺手 OK 目前我自己用是还蛮习惯的 OK这个环境 所以开发环境应该没有问题吧 回去的话 反正就把它装起来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想要装其他环境 试试看也OK 现在蛮多人是直接装一个 叫Aca Honda的一个整合环境 它装起来什么都有了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装起来 它会占用你非常多的硬碟空间 而且你不需要的东西 它全部帮你装起来 那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另外它需要安装 才能够用 OK 所以你们如果可以找 整合的环境也OK 那不过我觉得各有缺点 自己再去评估一下 那另外的话 所以今天虽然是最后一次上课 不过也是你们之后复习的开始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找个时间 把前面的课程再重新做 那建议是一定要动手做 因为像这种东西 你没有重新做过 不等于你学会了 因为你根本不会写 可能你有印象 老师曾经有打过那些程式 但是怎么做 你可能完全忘记了 那怎么办 其实影片还存在 另外的话 云端上面的东西 其实也存在 我们在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我是建议 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同学问说 这个云端白板会存在多久 我跟各位讲 不会永久存 不会一直在 所以请各位自行备份一下 那备份不会很困难 因为我也不保证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永远都放 或者是位置是不是会有调动 或者是内容是不是有调整 所以如果你想要留下 那这里面的东西很简单 上面有一个箭头 你点下去 这边就有下载了 你就自行下载 丢到你的云端比较好了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OK 那就自行在 自己再做一个备份的动作 另外的话 我还是蛮建议各位 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去做自己的笔记 因为我做东西是我的东西 等于有点像我的讲义 或我的笔记 对不对 那你们不见得完全能够习惯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自己重新做过一遍 你把你不会的重点挑出来 你再去记那个你不会的部分 或者是你可以用不同逻辑写写看 那个可能是就是你的东西了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这种 那怕是这个范例是别人的范例 那我也会把它改写 从头到尾我重新想过一遍 如果用它的方法会比较好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可能要想一个更好的方法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有关那个论坛上面的东西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 主要是讲到有关那个 就是把网路上的资料 最重要的三种格式 CSV、Jason跟XML 把它下载下来 那怎么下载 我建议就是我们 除了我们课内讲的那些范例之外 你也可以去网路上找找看 就是像很多单位都有开放资料 或者是说客户端也会给你开放资料 或者是其他地方都会有这种档案 那你请各位就是多多练习 反正练久了之后 这应该就熟练了 另外的话呢 有些东西也许你可以找一个范本 就是说也许我之前写过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范本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以后要不就把它拿来先贴一下 先改一下 至少可以改得出来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它储存 要不就储存成CSV 要不就存在资料库 不过资料库我们应该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资料库那一段 我没有特别演练 所以请各位回去的话 可以再把网络下载的资料 再塞到资料库里面练习看看 这个写蛮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资料库 如果以后没资料库 真的感觉好像没有学到应该学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资料库重要性实在太高了 城市没有资料库 那你根本你只是带过看到而已 那最后如果你要输出报表 输出图表 你的资料一定要来源 那来源通常是资料库 所以理论上这些东西 都应该先塞到资料库里面 怎么去塞到资料库 我们前面都有讲过 有没有 所以请各位如果忘记的话 应该是在第七个单元 这边就有了 而且我还讲资料怎么新增 怎么批次新增 这边都有提到 所以如果你有些不太记得的部分的话 回去再来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来看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六个单元 0604这个 那我们大概会举几个例子 什么例子 就是前面上次上课是CSV跟Jason跟XML 都是档案 那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网页 也就是把你一般常见的网页 假设我要截取网页上的资料 直接就帮我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下载下来的话 你可以把它存档 或者你可以把它塞到资料库 OK那都没有 最重要是怎么把它抓下来的方法 那这里的话呢 除了会用上次上课 那个request那个模组之外 还会用到一个叫 Beautiful Ship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 帮我在那个网页 那么复杂的原始码里面 找到我要的那个 那个部分的标签 那个标签那个范围 帮我抓过来 我才有办法再去解析 也就是它可以帮我 把很大范围缩小 缩小缩小范围就对了 OK 所以HTML里面那个标签 可能你要了解一下 比如说呢 你要找哪个标签 那这个标签 怎么样再把那个标签里面的 某一些属性跟里面要的资料 帮我抓回来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练习的话 应该我们找一个最常见的 像YouTube YouTube里面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那个连结 这个连结就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们第九次上课 假设我今天 因为我的习惯是 每次上完课我会有影片 那影片的话 我可能会把它存起来 可是如果要把这些资料 就是清单 第一个我可能要存两个东西 最后第一个就是 我的上课的那个 就是标题名称 比如说总共有 总共有这么多段的影片 那我可能会需要怎么样 把七段影片的那个标题名称 名称先留下来 记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要把这个名称后面的超连结 超连结要不就点它嘛 对吧 点它之后上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那个连结出现 有没有 把这个记下来 要不另外一个方法 就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什么 复制 那个连结的网址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 我如果以前手动的话 我可能要复制贴 复制贴 那现在的话 我希望我不要有麻烦 就当然要用python 帮我全部 可能执行一个程式自动 全部把这些资料 帮我下载 也许帮我直接存档 存档也许帮我存一个CSV好了 像那个上次上课嘛 两行程式都存档了嘛 对吧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丢到资料库啦 只是说资料库 相对复杂一些些 那要怎么做 OK 所以首先的话呢 我们大概demo给各位看 如果要做完的结果 程式其实不多 大概就是长这样子 程式理论上大概就是 没几行 十行以内就搞定了 可是这边会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我一执行这个程式 它会先出现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说 这个module 哪个module beautiful shape 这个beautiful shape 它是在BS4 这个模组里面的某一个 这个beautiful shape的方法 那可是这个BS4 它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装 所以基本上的话 像这种东西就要额外安 怎么装 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啦 其实安装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到哪里呢 0604我上面有一行 这个就是安装的语法 叫pipe install 那名称的话呢 叫beautiful shape 4 OK 这个名称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一行Ctrl C OK 然后呢 直接到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C叠底下的那个 Python的3732 里面的scripts 一样点它一下 按一个什么 CMD 那我要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 透过pipe去帮我安装 那安装的方法就是 这边点一下 打一个CMD Enter一下 OK 它就跳出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我们之前装request一样 那如果要把刚刚那语法贴上的话 你可以点上面 这个 这一列 按右键 这边有个编辑 你可以把它贴上 pipe install Beautiful shape 4 Enter一下 不过我记得 好像之前我们也同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几个Python版本 所以这边好像会出错 不过好像现在又没有错 好反正没错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就OK了 但如果说你有发生错误的话 我讲过了 你就是变成你要跳到前面这个目录 利用那个Python 去帮我执行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刚刚那个地方 不OK的话 你可能要跳上一层 一样打CMD 那语法的话变成说 一样要打pipe install Beautiful shape 4 可是在那个前面多达 一个叫做什么呢 要多达一个python 就是透过现在这个python 这个python pypython OK 空一格 多一个-m的符号 然后空一格 再把刚刚的语法贴上 等于是说如果说你假设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的电脑 都有同样的状况 就是你可能不只安装 一个python的版本 那他会搞不清楚说 到底你要用哪一个python 所以如果说有这种状况 一样你可能就是要从 那个python的根目录 特别重要是从 这个根目里面 OK 然后就呼叫这个python 然后跟他讲说 我指定是这一个 去帮我安装这个东西 那他enter的话呢 理论上 就会正确的帮我做安装 这个好像之前 蛮多同学有这个状况 不过理论上 如果假如你的电脑里面 就是只有一个版本 那就是用第一个方法 那个第二个方法是说 如果你有很多个python的版本的话 那你可能要第二个方法 才会成功 OK 就是强制指定 就是这个python的执行档 不要用其他的 不然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 因为没有还原 没有还原 变成你每一次上个 因为很多期 每个人都装一次 你装一次的话 装很多次 那就会产生问题 但是如果你们的电脑 假设只有装一次 就不用这么麻烦 OK 好 那这样的话 他告诉我说 你这个Beautiful Super 已经帮你装好了 而且帮你装到哪里呢 装到那个我们Lab 这个Lab就是韩式库 底下的叫Size Package Size是网路上 那个网站上面Size 网站上面的package package就是套件 也就是说帮你 我就帮你把那个Beautiful Super 这个套件 已经帮你放进来了 已经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理论上 我要把 这个刚刚看到的那个 网址上面东西 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的话 就下载下来了 那不过我好像有换过一个网址 好像这个网址我换过 我把它换一下 因为有七段 我要确定一下是不是七段 所以这个七段 把这个贴上 所以以后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这里面的东西下载 直接看到 就好像贴的网址 这边好像贴到一些 空白的部分 就可以把我们要的那个 这个资料给下载下来 OK 把它执行 理论上的话呢 只要你的 这行Request 后面这个 后 双引号 后刮 理论上 如果你提供给他一个正确的网址 他就帮我把那个资料给下载下来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执行一下 所以应该OK 好 就把资料 所以这边总共会有七段 那首先的话呢 我要怎么知道说 这要怎么去抓他 但以前涂滑链钢 如果我不要涂滑链钢的话 你可能第一个 你要先把那个Beautiful Ship 先装起来 装的方法可能就是 稍微自己试一下 记得在这个根木底下 你要不就是用Scrib Scrib是 点一下打CMD 然后Pipe is done 要不就是说呢 到那个 如果这个方法不OK的话 再试第二种方法 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 先确定有安装 如果没有Beautiful Ship 没有安装成功的话 那你后面呢 你也没办法去抓了 因为 他顶多是把整个原始码抓下来 但是如果你那么多 怎么可能说找到你要的那一部分 比如说我要标题跟超连结 那其实就靠Beautiful Ship 这个东西太好用了 以前的话我们也写过 这个用其他语言写 像Java写 用那个VBA写 但是没有Beautiful Ship 真的太难写了 有Beautiful两下就OK了 程式也非常简短 要怎么做 待会再跟各位说明 OK